大家好,歡迎收看《初歌學投資》 我是李國慶 中國有很多放水工具 其中一種非常虧的工具就是特別割債 為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影響 中央會在2020年重推特別割債 特別割債的特別之處就是資金用途沒有明文的規定 方便中央按實際情況需要靈活安排 屬於應急的措施 中國曾經兩次發行特別割債 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衝擊內銀資產的質素 中央發行了2700億元人民幣的特別割債 為四大內銀補充資本 在2007年中央再第二次發行1.5萬億元人民幣的特別割債 支持成立中投公司 於2020年發行特別割債 主要是為了舒緩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衝擊 市場預測 發行的規模會高達4萬億元人民幣 用來扶持中小企 鼓勵居民消費等等 總結而言 特別割債是中央非常虧的放水工具 投資者除了要留意發行金額之外 更加要留意中央決定運用資金的方向 從而了解受益的最大範疇 多謝 多謝 晚安 多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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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刊綁 多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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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謝